第一個 這個舞弊到底我們的掌握是什麼 它是試題的流出還是電子技術的舞弊 如果是試題的流出非常嚴重喔 這是什麼樣的機關來辦理的 是台經中心嗎 是不是 台經中心辦理的考試 好 委員好 那麼這次是中友公司僱用人員的考試 是 那麼是委託金融研訓願來辦理去年 你看看它辦理國家多少考試 如果它辦理的考試都會產生說 換一下題目的順序 結果考出來的成績就有落差 然後你看看這種檢舉 這種檢舉案可以賣官 如果是職員 職員也有 但是這個檢舉案還有待進一步去調查 但是至少雇員的部分我們已經知道了 就是兩次的測驗 放榜後的測驗 跟考試的成績有落差 對不對 全國的考試成績 慕齡班高雄也特別的高 這些現象都已經出來了 報告委員 我們接獲檢舉之後 立即要求陣風處做初步了解跟調查 也跟部裡面的陣風報告 那麼在2月13號 在高雄的錄取名額報到當天 立即進行第二次考試 是 那麼是同樣的題目 那麼 那麼次序有稍調整 你看看我們高雄市這個 我們有的確有發現一些 91.8的平均 比全國同樣的題目 比全國都高這麼多 你確有發現一些狀況 是 所以我們就報請經濟部啊 部裡面已經已請這個 政風單位送給連政署了 我需要 部長承諾 第一個 舞弊的對象 舞弊的對象 我們有能力篩選出來 而不予錄取 已經錄取了對不對 可是我們一定有能力篩選出來以後 解除他的任用 這個能不能保證 這需要安定大家的心 好不好 第一個 第一個 然後你們會在試用階段的時候 再予以測驗 是不是 是的 好 那如果舞弊的對象篩選不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對大家交代 所以第一個 你要保證 舞弊的對象一定篩選得出來 不予認用 第二個 你們要保證這個案不會被吃案 送到連政署以後一定會立案調查 好不好 當然 就這兩個 這兩個是非常需要安定民心的 是的 那另外 本席要提醒大家 今天這個考試的執行機關 幾乎國家重要的國營事業的考試 都是由他們來主辦 所以到底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 這是事關重大 如果由他過去所累積出來的公信力 在此 有這樣的一個破洞 一定要查出原因 如果是試題的流出 問題非常的重大 是由他們流出 還是由中油流出 如果是由中油流出 如果是由中油流出 看得到試題 看得到試題 只有幾個人看得到試題 那如果不是中油流出 那這個考試機關 執行國家這麼多的考試怎麼辦 他的公信 報告委 那個考試中油從頭到尾沒有碰到考卷的機會 好 那為什麼會出現說 當我考題換了順序的時候 答案就做不出來 成績就有落差 是 同樣的題目喔 你們第二次的測驗 跟考試測驗 是同樣的題目 只是順序不同喔 成績都有落差喔 那顯示什麼 顯示知道答案 不知道考題 不知道 不知道 只是被答案嗎 顯示是被答案考上的嗎 那個 跟委員報告 那個是我們現在的推測 但是 整體我們因為正風出一接到這個報告之後 就立刻開始做調查 最後 不理的決定是 直接送連證書 因為就像您所指出來的 這件事情事關重大 因為過一失業的每一個考試都是重要的 非常重大 是 所以我們已經送到連證書 因為在網路的流傳 年輕人的信心 是非常非常的需要挽救那個信心 而且 考試的主辦單位的公信力 過去其實我們都聽說過 可以在比試的時候 考九十幾分 比試的時候考九十幾分 結果口試的時候都還可以被刷掉 但是這一次是事實上 我們確實掌握了不尋常的事實 無論如何事關重大 一定要有盡數一個水落實出 好不好 好好的 謝謝各位